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的头发是这么卷的 那像我手里也有很多工具,像大号的卷棒,小号的,还有蛋卷头的那种卷棒我都有 但是平时我最常用到的还是这个纸板夹 因为纸板夹很方便,而且卷出来的发型也比较自然 像平时出门旅游的时候也不可能说带很多的那种卷棒出门 那带一个纸板夹就可以做挺多造型的 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来分享两款不同的发型 我的发质是偏粗硬的,但是头顶还是塌塌的,会让人感觉很没有精神 那卷发前的第一步就是用梳子,先给它梳顺 然后再抹一点精油在头发上,用这个卡湿的精油 直接在手上 然后再手里搓一下 我这两撮刘涵是我之前自己剪的 之前剪的那个新纸蕾同款,然后现在涨肠了 好,现在正式开始整头发了 一般上温度我都是调到 6-180的样子 像顶部比较贴头皮的头发先给它拿出来 然后这样子往上戴一个弧度,顺下来先 给它先测一边,然后夹里面的头发 用一样的手法把这半边的头发也夹喷 顶区的头发处理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款造型 第一款造型非常非常简单,很适合初学者 把所有头发往里去夹一个弧度 头发可以取大片一点,这样夹也会自然 刘涵的部分先取出来,然后把它往后这样子带过去 它就会有一个弧度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拉起来之后往后带过去 那现在我平时最常打理的一个发型就做好了 这样子把一个烹度夹出来之后,会显得脸比较小 那我们现在就来打造第二款发型 我就直接在这个基础上讲 第二款会是一个比较有造型感的头发 那先分个区,先把上面的头发夹起来 然后这样取一撮,头发不能太多 这样子顺起来之后,往前卷一个 然后放掉之后,再往外卷一个 然后再往内卷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弧度的卷 把这些头发 好,我头发比较多可能要分三层 然后把上面这一层再放下来 最重要就是外面的这一层 刘海的等一下再卷 现在差不多全头都已经卷好了 然后来处理刘海的部分 靠近头底的位置也是像刚刚一样 先给它往上拉一点 然后整个小度 然后再拾,也是这样 以前以后就拳 现在第二款发型也卷好了 这个平时戴帽子也会很好看 那这次关于我的卷发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哈喽大家好 今天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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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